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那个时候就很向往能够去跟他拜师学艺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去尝试考了他们的硕士文凭 然后就幸运地考上了 所以就又去读了一个硕士的文凭学位 那现在在那段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有很多喜欢的现代的音乐家吧 应该这样说 或是作曲家 那在古典音乐里面其实人们不大讨论现代的这些还活着的作曲家 那这些作曲家其实有非常多内容 还值得被我们去研究跟探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 其实能够去读一个博士 然后去学习更多分析跟理解 还有历史背景的那些研究 那些技巧学会之后 然后再去投入去研究这些现代的作曲家 其实对我以后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我也非常想要了解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创作技法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就又回来读了一个博士这样 啊 博士刚刚才开始 刚开始 对 还有五年的时间 还有五年的时间 对 那现在你又作为这种青年演奏家的身份 经常参加演出 也参加比赛 然后另一方面你又要做研究 又要是个青年学者 你是怎么样平衡你自己的生活的 你跟我描述一下你的生活状态 其实这个平衡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一个是所谓比较创造力的活动吧 就演奏钢琴这样来讲 你是需要到台上去创造一个当下的东西 给你的观众去欣赏 但是研究这个东西比较多是把你的知识储备 拿来做一个统合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所用的 可能脑子的部分都不太一样吧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我自己还在慢慢摸索怎么样更快地去转换 从一个演奏的状态进入一个研究的状态 但对我来讲如果说能够把研究的内容 跟我演奏的内容去匹配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达那样子的情况 因为现在还在学一些比较基本的分析手法 那我希望往后再过之后几年能够把我这些分析的技巧放在我所演奏内容上面 这样子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合 那至于我自己本身的生活安排比较多就是说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演奏的目标 就例如说什么时候要演奏 然后就往那个目标去前进 但这之间就是把剩下的碎片的时间拿来做学习 然后这样穿插的过程就比较好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 那你现在的演出频率或者说是 我知道之前不久刚刚是参加过一个大赛 这个频率是怎么样呢 跟我们说一说最近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对 这完全是不规律的一个频率 上个月刚刚在加拿大的一个叫Honen的钢琴比赛 拿了一个Raybun Prize 也就是前三名的奖项 那像这样子的大赛 其实每年都有 但是准备时间是非常长 像这个比赛几乎花了大概八九个月去准备吧 就到最后去真正上台跟到比赛结束 那所以其实作为一个音乐家的 安排时间的过程是很漫长 就是可能我现在就要想明年这个时候我该干嘛 所以然后开始去准备啊 去申请啊 递交材料什么 对 但至于演出的话可以是非常最近的事情 嗯 就例如说可能是两三个礼拜前就告诉你说 突然有一场演出 对 突然有一场演出 你就要立刻去准备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自己想要拍一场演出的时候 也可能是比较临时性的 特别是现在在读博士有很多研究内容 其实是需要被拿出来做一些 那我们在做这些演奏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排练啊 那那就会把我的时间整个占满这样子 那这个之后再去做重新的调整 所以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时刻表出现 嗯 你刚刚一直都在提到一个名词是 现代音乐和现代作曲家 那我知道其实在你平时演出的时候 参赛的时候或者是音乐会的时候 你会演奏很多当代的这个音乐作品 为什么 你为什么对这种现代的曲目如此感兴趣 嗯 这个对现代音乐的着迷可以回说到我高中的时代吧 就最早最早一次接触到现在 因为我其实记得非常清楚 就当时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买了这么一张光盘 然后是Polini演奏的一张CD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那有就是一些比较古典的 然后当时也有比较现代的作品这样子 那当时去买是因为我在在练习其中一首比较古典的作品 那这个光盘就继续这样播下去 我就不经意的听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但同样是在钢琴上发出来 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是青春期比较叛逆吧 就对那些非常不了解 跟甚至有一些 跟我原本接触到古典音乐是比较反向的东西 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然后就开始去探索说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音乐 那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 其实很丰富的 我就经常进图书馆里 问那个管理员说 最近有没有进一些比较奇怪的光盘将是比较先锋的音乐 然后就在那段时间听到了很多大量的前卫的一些作品 那之后来到朱利亚音乐学院以后 就发现其实在国外这个氛围是非常开放的 然后也有非常多学习作曲的同学啊 他们就会跟我一起讨论 我们可能会有同样喜欢的现代的音乐作曲家 然后他们也可能在做一些作品 然后我就会去帮他们去弹奏这些作品 或者他们甚至会给我写一些作品这样子 然后就其实建立了一个蛮好的友谊这样子 可以跟他们一起探讨就是现代的音乐 这个在我之前是比较没有的纪念 那这就造成了我会想要去参加他们作曲家的一些研讨啊 或是甚至自己也作曲课啊 去了解他们这些字法 然后最后甚至就是开音乐会是全部都是这些作曲家的音乐 在学校或是在别的演出的场地都这样做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也不是说习惯 而是我觉得说非常必要做的事情 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去谈他们 那谁会去谈他们这样的感觉就变成了一种使命感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说这之后我在演奏跟比赛当中都需要去推广 这些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2013年你参加了中国一个全国性的这种 应该世界性的这样一个国际的钢琴大赛 而且你拿了金奖 那拿这个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或者说是非常一个大的奖励是你录了一本专辑 和拿索斯唱片公司 那这本专辑呢就是李斯特这个歌剧改编的这个曲目 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你真的是在比如说比赛上面演出上面或者说任何一个机会上面 你都在想方设法的把这个当代音乐 带入到这个古典钢琴的曲目当中 你先跟我们说说那次比赛你的经历 你觉得这和你谈这个现代的改编曲目有关系吗 能拿金奖 那我觉得那个比赛经验其实非常非常有趣 是其实我整个过程都在重感冒 对我还记得就是上台前其实我还就是有点晕晕乎乎的这样子 但其实比赛的时间是拉得比较长 大概有一多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子的时间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厦门比的这个比赛 然后可能天气也比较潮湿 然后我整个就是在一个不知情的状况下拿着一个金奖 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经验 因为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弹太多的现代音乐 那个时候还在比较多摸索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吧 那个时候才大三把这样的这个感觉 对但因为赢了这个比赛之后就有非常多机会可以去 不管是录唱片或是演出也好 那在录唱片的时候跟公司就是签了这个李斯特的改编曲 那是比较少人谈的一些作品 就是在我们喜欢新音乐的同时 我也很喜欢探索一些我们比较了解的作曲家 例如说李斯特这样子我们都知道的作曲家 他们哪一些不大被人知道的作品 可能是一些很好的作品 那这个就开始了我对这些作品的关注 那在别的演出像我回到我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副中开的音乐会 我也把一些纽约的作曲家的作品带去那边演出这样 所以就有帮助到我对这些曲目上面的探索 那作为就是因为录了这张专辑之后 就被人家说是李斯特改编曲的一个诠释者吧 应该这样讲 因为就是在一些报道或者是媒体的评论上面 就会说我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诠释者 或者是非常有李斯特代表的一个演奏家 或者这样子的说法 但其实对我来讲 我只是就是很忠于他作品本身所要传达的内容 那他既然都是歌剧的改编曲 那我其实会很关注说 这个歌剧是在讲一些什么 然后我在台上是否能用我一个人的力量 去表达出这个歌剧宏伟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说在台上 很多人看到很多钢琴家会手舞足蹈 在做一些动作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些东西 如果是跟音乐很契合的话 其实是很必要的 然后也非常帮助观众去进入那个歌剧的世界里面 或是别的音乐的世界里面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也学会了怎么样去跟观众做这样的交流吧 其实这个 通过表演 通过表演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 那你刚刚有说到自己在这个实践当中 一个是这个演奏音乐 另外一个是推广这个当代音乐的这个经历 那我想问问你 就是在你看来 这个古典音乐和当代音乐之间 它们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就你如何区分 我们如何区分什么是古典 什么是现代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而且这个最近在学术界也有造成很大的轰动 就因为一直以来是 美国现代音乐很高的一个奖项 就是普利兹奖 然后他这一年颁给的是一个 非古典音乐出身的一个rapper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整个音乐的风格 在现在都是有一个很巨大的变动 但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会觉得 说我比较关注整个从古典音乐 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些作曲上面 不管是技巧或是风格的一个 延续性 也就是说在这整个 如果说比较俗一点 就是历史的长河当中 对 它是怎么样从那些古典的东西传承下来的 造就了我们现在所有的现代音乐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来讲 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 回去攻读一个博士 因为我要更去了解说 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得到了现在这样的现代音乐 可能很多人会 没有听过现代音乐的人 可能一听会觉得说 完全不了解说是什么东西 或甚至觉得有点被冒犯 就是觉得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 这样的感觉 但其实这整个东西是有一整个逻辑在背后 然后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 去把那些逻辑找出来 并且呈现给我的观众 所以我为什么要同时做研究跟演奏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研究是被封在这个象牙塔里面 不被人知道 我也不想要 和实际相结合 对 要和实际相结合 也要能够去传达到观众的心里面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陈寒之前跟我们有介绍说 你对于这个古典音乐和当代音乐的一些想法 包括现在的研究方向 以及以后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那我也想问问你 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钢琴家 你是如何看待钢琴 它本身就具有的这种古典音乐属性 以及它在当下 在当代这个环境底下的这种表达 我觉得钢琴可能让大部分人去联想 会想到什么典雅或者是高雅 这样子一些词汇 就一说到钢琴就很自然会想到古典音乐 对没错 它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联系跟古典音乐 可是如果真的去观看古典音乐的话 会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是典雅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觉得在这个现代环境里面 因为互联网关系 我们更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演奏 我们就发现其实音乐是非常多样化 当然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或者我们说古典或者流行或者甚至别的 但是光在某一个风格里面 其实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达 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古典钢琴 还需要被突破的一个内容 就一个90后的我来讲 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东西 其实是可以被钢琴表达 就不管是开心的情绪 悲伤的情绪 或者不管什么样的情绪 甚至有时候是愤怒的情绪 或者是一些怨恨的情绪 都可以被音乐去表达 但那些不一定是负面的 因为就像我们看文学作品也一样 我们会看到各种不一样的情绪 最后去做一个提升以及对人性的探讨 这才是艺术要去做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只觉得说音乐应该就是舒服啊 快乐啊 那这个东西其实无法被 得到它应该有的效果 因为很多积曲家他们其实就是去探讨人性嘛 那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可以流传到现在的音乐 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描绘了很多人性的挣扎 那到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又有更多的表达的方式 就例如说很多现在的作曲家 他可能就会用它来表达一些悲愤 以及对世界不公的一些发声 他可能会跟政治有所人事 可能没有 或可能是对一个人权的探讨 就例如说我们探讨女性作曲家 在作曲家里面所应该得到的关注 或者是不同背景 例如说种族的音乐 例如说是否亚洲的音乐家 是应该进入这个西方古典音乐的世界 或是别的什么 就是各种各样可以去被探讨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如果不被拿出来 让观众看到的话 其实我们就只会停留在古典音乐很好听 这样子的一个理解范畴上 那作为一个又是从就是亚洲来的一个 在美国学习长大 又不是欧洲四统下来 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那作为90后又觉得说 年轻的人其实所追求的很多东西 在古典音乐里面 或是现代音乐里面都能够被表达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做到一个 能够让人去了解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我们现在用更视觉的方式 例如说拍MV的方式 或是跟别的艺术形式结合 或是有一些灯光效果 或是改变一些古典的演奏的现场 这样子的一些尝试 这都是我在一直想要通过我的博士的学习内容去探索的 其实这方面你已经和这个美术馆 以及画廊有过这种跨界的艺术合作 不管是说跟芭蕾舞的 就是当场表演的跨界 或是说在美术馆里面 因为像之前我在阿斯本的美术馆 就有做这样一场演出 是他们有很多现代的艺术家 他们其实用古典音乐去当作他们的创作的内容 那他们可能就想要把这个古典音乐 弄到比较备受重视的境界 所以就邀请我去 或是还有很多其他音乐家 一起去做一个还原 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前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让大家发现这之间的脸色这样子 那其实都是一个扩展观众 跟扩展音乐形式一个很好的尝试我觉得 所以说以后还能做什么尝试 其实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不知道还能做 一直都在思索 还需要思索 像现在很多比较有名的音乐家 都已经在YouTube上面做很多尝试 不管是在YouTube上的MV 或是在YouTube上去讲解古典音乐 或是跟别的领域的人去做夸解 都是一个很火的话题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你2015年的时候 还加入了纽约现代乐团 是不是一个专业的乐团 是一个专业乐团 我们名字叫Ensemble et Chape 那这个东西它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 更重要的是跟很多现在的作曲家 做一个联系 因为其实以我个人的能力 我无法去认识那么多现代的作曲家 特别是我还要上学 但是其实这个团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 它都是把最顶级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 放到我们的音乐会里面去 因为我们去演奏他们作品 我们就会可能见到作曲家本人 然后跟他一起去进行排练 一些就是作品的探讨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非常宝贵的经验 因为我能够在纽约认识那么多 在纽约或是甚至别的地方 那么厉害的作曲家 其实对我的研究本身 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是别的如果没有加入乐团的人 可能比较难去得到的一个资源 所以其实不同的这种演出 或者说不同的活动 你参与的 不管是和这个艺术界的 还是和这个专业乐团的这种合作 都能够让你有这种新的灵感 包括有一个新的视角 来看待这个古典音乐和当代音乐的关系 或者说来看待你的钢琴演奏 如何能够另辟蹊径 或者是找出一些新的灵感 我感觉你是一直在挑战 想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成绩 来做探索 那当然你非常年轻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只有26岁 不过如果要说到你学习钢琴 演奏钢琴的经历来说 也不短了 22年了 也是非常资深了 那你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你会不会时常也回想 这22年你走过的这个钢琴之路 其实我走过这22年钢琴之路 是蛮特别的 就从我在台湾学习 台湾出生的 对 然后后来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副校 然后在上海待了9年 现在又在纽约待了9年 就是我的人生被9年划分 每9年会有一个转折点这样子 我觉得我吸收到很多不同地方来的养分 然后这些养分让我开拓 不管开拓我的视野也好 或者是更接受不同心的事物也好 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我并没有说 被局限在某一种音乐形式里面 跟我的成长背景是有关的 那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其实最感谢的就是 我所有在这之间遇到的不正常的人 就是一些让我会觉得说 我只做 我只待在琴房里练琴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事 我觉得这个还不被大家探讨 但其实 现在的环境出现了很多 非常厉害的钢琴家 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 音乐是什么 可能不是最不了解的事情 那怎么样走出琴房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像你说 我们从四岁开始学琴 待在琴房里面 就跟你待在家里 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就是应该待在琴房里面 那琴房之外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吧 但其实在过去的音乐家 从来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其实要做很多事情 你要去跟现在的社会有所联系 你要去跟你的观众去 但是在那么小的年纪 你怎么样跟社会有联系呢 当然我现在谈论的不是说 在学习的这段时间 而是就是学习完之后 你真的要步入这整个 跟社会交流的这个过程 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障碍存在 当然你也可以变成一个 就是不需要跟观众交流 你就做古典这样子一件事情的人 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像我就特别喜欢找我的观众聊天 我有很好的跟观众聊天的经验 就比如说我曾经演奏一场 是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那个是关于他死去的一个好友 就是智友 然后他写给他的一个作品 那我跟一个观众聊天 他就说他的父亲最近才刚去世 没有多久 几个月前的事情 在他父亲去世后 他没有流下过一滴眼泪 直到他听到了这首作品 那个时候给我非常大的出动 我就了解音乐不是只是你把音弹好 或是把这整个演奏做好就结束了 而是那之后观众怎么样去接受到你的音乐 以及怎么样去反映这个作品 以及你的演奏本身 这整个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过程 就只很自私地为自己弹好 我觉得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还在学习的事情 怎么样去更跟观众有很好的直接的接触 其实是现在我们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中国的可能这种情同 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注重这个技巧 但是在这种情感表达上 或者音乐性上做得不够 是因为就像你说的 可能就是从朱利尔毕业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历练 就进入社会有点应付不了 这跟之前非常封闭的学习环境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非常有趣的是 在我还在朱利亚音乐学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练琴琴房的四统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现在你可以在网上或是在平摆电脑上 可以直接看到说哪些琴房是空着的 你就可以去预定 然后你就可以去练琴这样 在我们那个时候感觉现在很老 在我们那个时候 你要去练琴琴房你只能在门外守着 等别人出来 等别人出来你就进去 如果没有人出来你就一直等着 所以造成的就是说 大家都在琴房外等着 然后你没有别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你如果去做别的事情 你再回来是不会有情况的 或是要不然你就是非常晚练琴 就大家把所有练琴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 要去抢要去争斗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这个对我来讲是有点残酷的 因为当然以前在国内学习的时候就是在家练琴 你不会想到 从早到晚 对从早到晚 你不会想到说你必须要去争取这个东西 那那个时候养成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练到琴 这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趣 豪笑的一件事情 练琴应该是 你发自内心的嘛 就是你需要去把这个音乐做好去练琴 而不是说 我就是像打卡一样 我今天打到了三个小时 或打到了五个小时 哇我就很厉害这样 这个一定要被改变 然后 也有很多情同会问说那我一天要练多久 还是 这个真的都是因人而异 我觉得 你自己曾经是练多久 我也有很疯狂的时间 在考学的时间练8到10个小时 这个在国内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我出国之后 自己在因为比赛需要练很多时间 跟我没有比赛 我需要做更多研究 以及我要去听很多音乐 我比较牺牲了我练琴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可能有人会说 那是因为你考上了朱莉亚 你可以就这样讲的话 对 但是每个阶段都需要去学习不同的 那是因为你考上了朱莉亚 对 谢谢 这么大的 好 最专门 是 好 比较 这个 经文 为什么 没 来 好 蚊子 没 eln 我们 我们